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要坐着翻船环游世界 当时在国内一直想做点试验嘛 然后开了一家餐馆在杭州的城西英泰 其实开餐馆这件事情并没有让我感觉到什么不好 或者哪怕辛苦也好什么样也好 其实都不是最重要是当你一旦不得事的时候 当我那时候要关闭餐馆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那种能性的那种 别人还会对你落井下石也好怎么样也好 就是我就那时候就感觉到那种 这个世界有这么糟糕吗 就晚上睡不着怎么睡都睡不着 就晚上看电视剧 拍了一部叫《东京女子图鉴》 《东京女子图鉴》这部剧讲的是一个秋天的女生 我觉得在东京会有闪亮的新生活那种 我就在想一个事情 就是我是一个杭州人 我读书也在杭州 生活创业什么都在杭州 就是一直没有出门过这个 出于出过远门 长期生活这种感觉 然后在《东京女子图鉴》这一期以后 我就感觉到 其实就是这个 互飘 航飘 北飘这些的 他们这种体验 我是感觉不是感受不到的 没飘过 感受不到这种飘的感觉 然后我会觉得 是不是 就是按照它这个方式 就是按照《东京女子图鉴》的方式 我也去试一下在《东京》去飘一飘